然后就赖清德的布局来讲 他虽然并不看好2024的大选前行 但是他所能做的就是稳定局势 我再说一遍 就是南方 周公 北手 这个是赖清德的选战策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赖清德接任党总席以后 他果然出了重手 这个重手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对于现任不优先 他要举行初选 那换句话说 他对于区域跟不分区立委的掌握 他要全面干预 那赖清德的这种做法 他就无疑他表达了 他有必胜的决心 所以他会推出最强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赖清德对于所谓的区域立委 他希望除了透过初选机制之外 各地方的县市党部 就必须要收集 这一方面 尤其是在民调方面 各县市党部都要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才能够选出最强的 所以第一个 他是确立了游戏规则 第二个 他透过民调要 要选出最强的 那第三个 无论是区域或者是不分区 都必须要以 赖清德为核心 换句话说 他们所有的相关的选战策略 就是必须要跟赖清德合体 就是让赖清德去掌握一些地方的趋势 那第四个 赖清德他划分的区域 假如简单来讲 就是南首 中宫 就是台湾南部 他必须要守住这些席次 包含嘉义 嘉义四 屏东 高雄 台南 这些叫做南首 那中宫呢 他希望在台湾的中部 能够拿下多一点的席次 那所谓多一点的席次呢 因为按照台湾过去的选举惯例 都是决战中台湾 所以他中部 他决心要用公事作为 来稳定民进党 区域例尾的席次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北部防守 就是说赖清德已经预估到 北部的部分区域立委 大概是守不住 所以他在北方 就是说希望能够稳定 基本席次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2024 他搭配了大选 所以在北部区域 有很多的立委会面临到国民党强棒出击 综合这四点 我们来看 他的南防 他主要是说能够保住南部地区的所有席次 因为在南部地区国民党几乎没有一席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到 他在南防的整个过程当中 他会把权力下放给各地方的县市首长跟县市党部 那至于在中部方面 虽然云林有两席 加上彰化对半 然后再加上台中 然后苗栗 这些地方 他会用采取强大的攻势 这种强大的攻势 就是说 赖清德就任党主席之后 那我突然发觉一个现象 他是频频的往中部走 你只要去看他的行程 他在中部的驻主点最多 所以他希望 用南票中票北部的方式 来稳定区立委的席次 那其次 我们再来看在北部 北部可以说 基隆的一席岌岌可危 而在台北市 也有两席不稳定 那至于新北 也有两席不稳定 桃园也有两席不稳定 那新竹县就不用讲 然后新竹市呢也不用讲 所以我们从他这个布局 我们可以看 台湾的西半部 对赖清德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东半部 现在民进党在宜兰县 已经在开始打内战 就是说有三个人 想要去争取一席 那花莲 不用讲 花莲 还有台东的刘兆豪那一席 大概也极其可危 从这些布局 我们就不难发现 就是赖清德的企图心 已经显示出来了 他显示出来 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以现任优先 他知道部分现任的 已经快要成为民进党的包袱 因为他们选票是越选越少 尤其经过2022 九合一地方选举的震荡 他已经看出了 这一些地方的席次会有所损伤 所以赖清德 他一方面是希望母鸡盖小鸡 另外一方面 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成为他的抬教者 是共创商营 赖清德不是一个不懂选举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在担任党主席任内 他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 去广纳地方党部 甚至于各个候选人的 怎么说 就是广纳这些人的意见 为自己造势 跟蔡英文过去的一言堂 已经完全不一样 这个趋势是值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注意 因为毕竟蔡英文时代 像2020年 那蔡英文是全部是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然后就是说蔡英文运用个人的权势 他决定了这些的人选 那赖清德不可能再走这条路 因为第一个他没有这个条件 那第二个他手中没有资源 那你第三个蔡英文会不会配合他 现在还在磨合之中 然而就赖清德的布局来讲 他虽然并不看好2024的大选前景 但是他所能做的就是稳定局势 我再说一遍 就是南防中攻北手 这个是赖清德的选战策略 是南防中攻北手 而其他人的阻力 就是梳西域的选战策略